好那我们把整个的沥青混合料结构 加上它自己材料的问题解决了之后 我们再看了一下白路面的吧 那接下来我们又来到这个非常熟悉的图片 那再回顾一下 就是整个的道路结构 别管上面是白是黑 只要是道路结构 它就是两个部分组成的 底下是路基上面是路面 这两个部分 然后我们在路面这里面 它又涵盖油电基面三个层次 只不过现在标题是水泥混凝土 所以你的面层是变成水泥混凝土了 然后我们再回顾一下 咱们前文在教材原文上 厘清道路结构给的是路基基层和面层三个名字 没放电层 而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 在教材原文上是所有层次全写上去了 就是路基电层基层面层的全放上去了 你答题的时候按照教材原文去答题 正常结构我们刚才做了回顾 好那咱们现在就是把整个道路结构能够捋清楚的话 那是不是到了白路面这儿 我们先来看一下每一个层次它基本的功能区别 那你会发现很明显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上部的路面这里面 它是不是在这个适用范围还有它的特征上就不太一样了 因为我们在特征点里面白路面水泥混凝土是非常典型的刚性路面 前面的利清混合量是非常典型的柔性路面 在利清道路结构中 面层是无法承重的 它的承重层在基层 而到了白路面里面 你既然是刚性面层 它是不是承载力非常强 也就是在白路面中它的承重层是谁呀 是面层 这样我们是不是主体就换了 那你既然承重层在这儿 对它既然要求是不是最高的 那我们再往上面去过渡的话 你底下这个基层用那么高的强度吗 不用呀 你只要提供一个坚实平面就行了 除非上面瘦的核载太大了 需要你来辅助支撑一下 你再把你自己的强度调高 对吧 然后我们上面这个电层呢 跟前面路基一样 它就是来改善温度湿度不良的情况 你就有需要的时候去放就行了 那我们对它的见识要求分类也好 都跟咱们前面利清路面是基本一样的 好 那我们紧跟着这个宽度 包括厚度是前面都讲过了 对吧 这个也都讲过了 过一遍就行了 然后基层这个你重点关注一下 它是干啥用的 不是承重了 在白路面中它的作用是防止机泥错台 底板脱空 控制减少路基的不均匀动胀或者是变形 稳定坚持的工作面给谁提供的 给白路面提供的 改善传合能力 改善接风的传合能力 好 这是我们在白路面中基层的功能 到了面层这儿就是它来承重 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强度 同时你使用年限还得符合要求 我们前面给你划分过 快煮30 4和知识20 对吧 都是年 好 然后再往下面 你既然作为路面行驶 表面就要抗滑 平整 又耐磨 这样我们的功能就全了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对它的其他要求 那我们首先来看基层 基层是先去做的 这个东西它的选材依然也是依据交通等级和路基抗冲刷能力 是不是跟前面重合了 人家只要问你是路基选材根据什么判定 不管是黑还是白就这俩东西 一个交通等级 一个路基抗冲刷 所以这个直接划掉 然后剩下我们书本上还给了你它的宽度要求 就你这个路基的基层 道路的基层 它是不是要比我们上面面层要宽一点呀 因为你作为上部的一个平台 对吧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简图 你的路基在这 上面电层咱们就不画了 我们是做基层 然后再来铺面层的 而在水泥火凝土路面这 也就是我们上面打斜杠这个范围 它是不是有一个铺设的范围 比如说我们用机械成型铺设 或者立模去铺设 你得在稳定的作业平台上铺 相当于我们底下的基层 是不是给它提供作业平台了 那你上面铺住的方法 如果需要的平面更大 那我们自然基层就要做的更宽一点 好 那底下这几个数字 就是根据上面面层的铺住方法不同 我们单边要比面层宽多少 实际上就是给它的铺住方法 提供作业面的 那如果你上面用小型机具去铺 不用那么大作业面 一边你多宽出来30就行 这个是基层的侧边 这个是面层侧边 这个范围 我们如果是小型机具铺上层 你就宽出来30 是单边啊 两边加一起不就至少60了吗 指的是公分 人家给的是毫米 一个意思啊 然后如果是轨道 轨膜摊铺的形式 我们单边至少宽出来500毫米 50公分 如果是滑膜的机械 它要有行走履带 那我们至少单边要宽出来 650毫米 就是65公分 两边加起来至少1米3 好那紧跟着 缅压混凝土基层要设对应接缝 基层这个咱们前面说了 按照这俩指标去选 那我基层可以分成什么类别呀 它是不是自己也可以分成刚性 半刚性 柔性 对吧 我们是有这样的区分的 那你什么时候用刚性的 核材特别大的时候 对吧 你看我们这里面 缅压混凝土是不是刚性的 当你上部的面层 没有办法承受非常重的交通核材了 我需要有一部分扩散给基层 兄弟你给我分一分 你也给我成点重 那你是不是自己就要做得强一点 所以我在选缅压混凝土的时候 必然上部核材是非常大的 而你选了刚性基层 是不是它自己就是偏脆性材料了 那我要考虑它变形的问题 所以你上面混凝土布面 设的什么份 我们底下 刚性的基层对应也设什么份 它要做一个变形的小处 好 那我们刚才不是提到 还有半刚性 还有柔性吗 对吧 这两个怎么选呀 你就看上面这个指标就行了 所以咱们书上紧跟着在基层选材里面 就给你打了另外一个选材表 我们一会再看看 好 然后再来看面层 面层是做承重的 承重这里面 我们一般都是要求 快速路主干路 或者重交通的情况 就可以选这样的形式了 那碰到这种高等级的 核载也比较大的时候 我自然对它承重指标要求高一些 抗弯拉强度不低于5兆帕 在高等级重交通的时候 抗弯拉强度高一些 如果是比它低的 次干路之路或者核载下去了 你只要保证不低于4.5兆 所以这个我们级别要求 当然越高要求越高 那剩下我们在路面上需要有抗滑构造 这个抗滑构造就是这个指标 它的作用需求带来的 那你这个抗滑构造咋做出来的 就是你要保证路面不是完全平整 我要给它刻出来好多摩擦力比较高的构造 比如说我们用刻槽 拉毛等等这个形式 把它的表面变成不平整就可以了 这个你独氧变就行 这四个方法有什么 刻槽 压槽 拉槽 或者拉毛 这样我们各个层次基本功能就做了一个确定了 然后咱们再按照它的层次 往上面看一下材料上的区分 那首先我们在电层这 路基咱们就不看了 路基跟之前是一样的 跟沥青的是一样的 那在电层这里面 我们在沥青类是不是就提到过电层的分类了 防冻排水半高径 那这个就是把我们教台中没有给你提到的 适用范围和功能要求 包括选材 我们全整合到一起了 书上只给了你它的选材 还有给了我们什么时候去设这个排水基层 防冻基层是给的 那我们在这就给你加一下好吧 把三个类型的基本功能要求 加上材料 我们全放到一起 记起来更方便 那如果是防冻和排水的 它俩的选材 都选择沙、沙粒等颗粒材料 这个咱们前面历青中就讲过 要控制细料含量 细料含量 小于等于0.075毫米的细料 不能超过5% 然后我们再看半刚性 半刚性的话 它就是有一定的吸收核载的能力了 半体性偏好 这个就是选择无极结合料类 做稳定材料处置 低计量的水泥石灰粉煤灰 做稳定力量或者稳定土 这三个就是无极结合料 用它们来做稳定力量或者稳定土 好这是对应半刚性 选材重点计一下 而适用条件或者说把它转换一个名字叫做功能 就是什么时候去用它是干啥用的 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去设防冻电层呀 你整个的作用就是改善温度 湿度不良 温度不良就是这个对应防冻的 当在季节性冰冻地区 道路结构设计总厚度 小于了防冻厚度 不够了 那我们就给它往上电 加的就是防冻电层 有需要的时候再设 然后再往下面 如果是出现了水纹地质条件不良 湿度比较大 我们要把水排走 好是排水电层 那半刚性又在什么地方 就是路基可能产生不均沉降或者变形了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在走路的时候 发现立了一个标杆 前方多少米沉降观测段 对吧 这个就是我预估它底下地层可能会有变形 所以在底下是不是要加一个半刚性电层呀 如果它底下出现沉降 我们是不是要防止这个变形再往上走 相当于你先加一个保险 加一个过渡层在这了 对吧 好这样我们注意一下 你直接记这个表就够了 笔书上写的全 然后我们再往下面看基层 基层这里面 因为它实际上索取的这个分类 包括我们的选材跟前面 历清类是比较接近的 只不过它在白路面不做核心承重了 那我们就按照这个交通和水的情况 给你做选材的判定 前三个纯交通情况 交通越高 我们对于基层它自身的承载能力去越高 你看特重的时候 贫火凝土 碾压火凝土 沥青火凝土 是不是刚性的 能直接做面层 对吧 而这个沥青火凝土 它虽然说是柔性 但是它都能做面层用 你当然在这能做基层用了 那也就是在特重交通的时候 特重交通 正常道路 白路面结构 它的核载 自己抵抗不了了 我要分一部分给底下的兄弟 给基层 这个时候你基层不就得强一点吗 我们做的基层用的是面层方法 面层方法 白路面 黑路面 如果是重交通的情况 那我们就选择水泥稳定力量 或者沥青稳定碎石 一个半刚性 一个柔性 这个半刚性用的是什么 就是无极有料 水稳类 这个强度就比较高了 然后沥青稳定碎石 这个是虽然说是柔性 但是我们既然是碎石类 它支出效果也是比较好的 中轻交通 你可以选择水泥或石灰粉 没回稳定 或者极配 这个也是柔性 这个是半刚性 好 选材这个对应交通情况 就判定好了 再往下面 湿润多雨繁重交通 水多在 水多的话排水基层 排水基层 我们可以稍微再细分一下 这个又可以把它分成 经水泥稳定处置的 经沥青稳定处置的 或者是正常的 极配类排水基层 那它的排水效果就不太一样 经济沥青或者水泥处置 就是用沥青或者水泥 做浇水 把骨料粘起来 那它里面缝都比较多 只要是排水基层里面的缝 就是比较多 水能够走出去 好 再回忆一下 当我设置了排水基层 对它底基层有什么要求 底基层一定是 密极配的 不透水的底基层 对吧 而且我底层上面加什么样 加一个土工布 或者是隔离 对吧 打一个隔水层就行了 这是不是跟前文就对应上了 你想一想 前后基本上道理都是一样的 好 我们看完在水泥混凝土 白露面的基本材料特性之后 其他层次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接缝的问题 在接缝这 我们首先注意一点 它具体的施工作法 都是在第四节 水泥混凝土露面施工中 去讲的 而我们前面第一节 就是给你打个概念 所以咱们在这块的任务 不用去背太多东西 你就直接跟着我 把这个缝的分类功能 弄清楚就行了 到后面第四节 学它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名字 是在哪设的 有什么用 你这样做一个铺垫 我们技术往后面去讲 好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 就是我们先把缝做一个介绍 那现在屏幕上出现的是一个 白露面结构的立体示意图 最底下是露基 中间这个是基层 上面我们做的白露面的面板 好 那么大家会发现 我们这边是有两个方向的缝 像网格一样进行布设 跟道路行车方向一样的 这个叫做纵向缝 也就是这一条是纵向缝 那么跟行车方向垂直的 马路的一侧到另外一侧 这个叫横向缝 好 那我们这里就有了方向划分了 纵向跟行车一样 横向与行车垂直 那我们在纵向缝里面 它一共含有两类 一类叫施工缝 一类叫缩缝 这边一个叫做施工 一个叫做缩缝 这是纵向的 那么横向这里面 我们写在旁边 它是三类缝 施工缝是要设置的 缩缝是要设置的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帐缝 也就是我们横向是三个 好那你先把这个位置弄清楚 我们各自来解释一下 设在什么情况 第一个 纵向施工缝 咱们现在看到这一条 就是纵向施工缝 它是一个针缝 什么时候做纵向施工缝呀 当我们一个铺住机械 道路全宽 它铺不完 不够宽了 那你可以先做一幅 再做另外一幅 是不是我分开两段了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实体的针缝 板在中间是断开的 通过施工缝处理沾到一起 好这个叫纵向施工缝 分幅铺住的时候产生的 什么时候做纵向缩缝呢 我这边分了两幅 如果你一次铺住的宽度超过四米五了 这个会产生什么问题 铺的太宽 容易产生收缩变化 因为混凝土在硬化过程中 它的体积是收缩的 水分大部分都散失了 水一走体积就变小 所以这个收缩是各个方向都会发生的 那我们纵向和横向都要设置 那纵向设置的是 你铺的宽度只要超过四米五 这个变形就积累上了 所以咱们需要设置纵向缩缝 而缩缝不用贯穿全板 它只要把变形空间提供出来 我们只切一定深度 不用贯全板 好这是纵向的 那么横向的话 咱们不是说有两个吗 第一个叫施工缝 它出现在什么情况 就是施工中断的地方 我今天铺到这停了 第二天在街上 这个是不是断开的位置 这就叫横向施工缝 那么它的做法就要看位置了 如果说横向施工缝和这两个缝重合了 要参考他们的配金要求 如果不重合自己独立设置 跟纵向施工缝的配置是一样的 也是针缝加拉杆的形式 拉杆我们就是配螺纹钢筋 好我们再看第二个 横向也有收缩 那纵向收缩是看铺住宽度 横向收缩基本上就是每4到6米就切一道 像我们图片中看到是不是均匀分布的 每隔4到6米咱们就切一个 每隔4到6米切一个 因为它的变形是各个方向都会有的 吸收硬化中的体积收缩 而帐缝这个 它就带有一定厚度了 帐缝主要是吸收白露面热胀冷缩的变化 当气温升高 白露面的板块会发生体积膨胀 两边一膨胀 帐缝就提供了变形空间 它在中间设立一定宽度的帐缝板 两边一膨胀 把帐缝板击变了 两边一恢复 帐缝板就恢复原状 所以这个是来吸收热膨胀冷收缩的变形的 好 这样我们就把方向给你捋清楚了 然后咱们紧跟着再给大家放三个实物图 那这个就是把刚才我们不分方向 光看名字 施工缝 帐缝和缩缝 好 施工缝 它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纵向是分幅扑主 横向是施工中断 不管是哪个 它都是真实把板断开了 所以这个我们叫做针缝 好 你看咱们图片 这个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 很明显是纵向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双黄线了 双黄线不是道路中间 不允许你跨越 不允许压子这个范围 那不就是纵向行车方向了 对吧 这是纵向施工缝 是个真缝 那第二个这个叫帐缝 它有啥特点 你能很明显的发现 这个缝的宽度和旁边是不一样的 虽然咱们现在看到表面这个位置 它并不是帐缝板 它是帐缝板上的天缝材料 但是整个缝体宽度比施工缝和缩缝要宽很多 这个缝大约在20到25毫米左右 两公分左右 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去重点关注它 它就是吸收膨胀变形的 两边的板发生体积膨胀 中间板被压缩 帐缝板就被压扁了 两边恢复 我在恢复原状 那你既然要吸收均匀的变化 这个是不是也是贯穿板后的 所以帐缝也是针缝 它只在横向设置 纵向不用设置 好我们再看缩缝 缩缝不是两个方向都有吗 纵向横向都要设置 那我们只需要切一定深度就行了 没有贯穿全板的这种缝 咱们叫甲缝 好切它的目的就是来吸收 硬化中的体积收缩 好你现在把这三类缝 各自做什么用 是针缝还是甲缝弄清楚 方向我们捋清楚 纵向施工缝和缩缝 横向这三个都有 我们给它分开就行了 而至于缝体里面该怎么去设置 切多深等等 这个技术点我们放到第四节 白路面施工中去讲它 那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会在选择体里面 经常考你钢筋的问题 如果是纵向 纵向跟行车一样的 施工缝里面 它是配置拉杆 螺纹钢筋 要咬合 要有螺纹 如果是缩缝的话 在高等级里面再配金 它在纵向中参考纵向施工缝 在横向中参考横向帐缝 横向帐缝里面配的钢筋 是光杆私令 光源 这个叫做传利杆光源钢筋 传利杆光源钢筋 就没有螺纹了 因为你要来回变形 所以不能咬合 施工缝我们是要咬合的 横向施工缝 如果跟帐缝的位置重合了 那我们就参考它的配金 配置的叫做传利杆光源钢筋 如果说横向施工缝和缩缝重合的呢 那就要参考它的配金 而它的配金是参考横向帐缝的配金 所以还是传利杆光源钢筋 好 那我们这个配金问题 也是到后面白路面施工中会 统一给大家讲的 那咱们在这就把这个原理弄清楚就可以了 好 在我们梳理完刚刚的接纷问题之后 接下来咱们进到水泥混凝土路面的材料 那其实也就是水泥混凝土的材料组成 因为你路面主要就是用到混凝土了 当然还可能会有一些外加剂 或者辅助的钢筋等等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材料要求 这块就只能考选择题 所以把我们教材中设计材料的问题 给大家整合到了一个表格里面 记起来比较方便 不用花太多精力 多读几遍 重点关注高等级特殊要求就行了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材料的组成这 水泥混凝土 有什么东西构成 是可以考你选择题的组成内容的 它最关键的就是水泥和水发生水化反应 所以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其主要强度的也是水泥 跟强度直接挂钩的就是水灰比 好 那么用它粘住了什么 粗极料细极料 必要的时候放一些矿物掺和料 可以改善性质 也可以依据混凝土的使用条件 去加外加剂 好 这是它的基本组成 那每个组成就有要求了 在水泥这需要大家作为重点 水泥这里面我们强调 高等级的重交通的 那我们选的是稳定的普通材料 普通硅酸盐 道路硅酸盐 它的级别要高一些 不低于42.5G 而如果是相对等级低一些的 或者交通也比较低的 我们控制不低于32.5G就行了 这个时候也可以掺一些工业废渣的掺和料 比如说矿渣水泥 好 那我们再看下面的粗细极料 粗细极料这里面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要求 就是干燥洁净 它自身的这个强度是要达标的 而粗细料在混合料中是起到核心骨架支撑 跟强度有关系 所以我们对它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要求 就是你的压岁只要达标 同时我们对粒径是有严格限制的 那么粒径这里面把不同的粒径要求 给大家打到了表格中 这个数据也可能会进选择体的选项 但是记起来有一些窍门 你先找最粗的和最细的 最粗的不是碎石吗 它是31.5 那么非常细的我们控制的是历史 或者是加了纤维的 加纤维的它需要用细料去做包裹 所以也是细粒的 细的就是19 好 那么既然把二者掺起来 你就取中就行了 所以这个数据我们就记个头 记个尾中间一掺 好 再来下一个细极料 细极料这里面我们主要还是干燥洁净 但是这里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砂的分类问题 一种我们叫做机制砂 一种叫做天然砂 咱们首先在这个砂体里面尽量选择机制砂 因为棱角刚加工出来是比较好的 那么天然砂它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已经被磨圆了 这个点在我们前面讲这个沥青混合料也有提及 除了这个要求之外 我们还需要去关注一下有一个海沙的问题 海沙这个点在我们今年教材中也有调整 那保留了海沙不得直接用于白露面 不得直接用 什么意思 如果你做了处理之后是可以用的 只要不直接海沙刚逃回来就使用就行了 为什么不能直接用 因为它里面有绿盐 有绿盐容易造成钢筋的修饰 而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试用等级范围已经没有了 你就直接注意一下 它不能直接用 要是淡化处理之后去用 净化处理之后去用的话 符合标准规定就行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没有说什么 因为我们只要是说符合标准规定 在选项中一般都是正确描述 就重点钉这句话背就行了 好 那么其他材料就是跟我们里面接缝相关的 那咱们有这个帐缝板 帐缝板就跟着缝的宽度走 一般都是20毫米 要水稳定性好 能变形 要防腐处置 还有我们所有缝的上面 都是要做天缝材料的 就好像家里装修做美缝一样 这个反正主要就是读一下材料就行了 多读两遍 加深意向 好 这个材料问题我们就到这 整体考的概率还是偏低的 容易出选择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